Hello 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 譬如说这个是玩具销售记录 那这个呢 通路这边有批发、直销、零售 标个颜色好了 有批发商 第一个 也有直销商 也有零售商 我想统计他们的各业绩多少 像这批发商第一笔是711 第二笔 那第三笔 这个如果拿计算器看了头就晕了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资料库函数 资料库函数呢 第一件事情 那做什么 我们开起来 这个再开起来 第一个 所有资料库函数呢 它都是三个引数 sum是做加总 看的a是数数看几笔 max是最大 min是最小 avery做平均 不过它的引数都这三个 database 资料库含栏位哦 第二个 feard是实际要加总的 你要加哪个栏位告诉它 所以这边要栏位 第三个criteria是什么 准则 你要给它栏位跟条件 所以这三个因素 都需要都需要栏位 来开始了 好 首先你想问什么呢 我们过来一点点 那因为这资料有点长 正常公式本来知道就有点长 点在这一格 Ctrl Shift 往右 就到小计了 Ctrl Shift 往下 我要做什么呢 因为这个范围太大了 我建议各位先把它定义成名称 等一下我们在下公式的时候 会比较单纯一点 好 选起来哦 我们缩起来点来看 我刚刚这样选就90笔 好方便 你看 整个都选起来了 一万笔也是这样选完哦 Ctrl Shift 我现在压着往右跟往下 就可以选完 当然中间不可以有空格 接下来 在公式的标签这边我做什么呢 定义一个名称 选起来范围定义名称 那名称因为下公式方便 我喜欢用的懒惰的方法 就用什么 Al有 Al就O 从此以后这个 这三个这个单英文单字 就等于什么 我们里面玩具销售记录 A1到L91 就是刚选起来范围 按确定 好 这样等下公式标减 简单一点 来接下来 只要库函数呢 要使用的时候呢 第一个要把范围给它 含Database 第二个要给它什么 准则 那这次准则是这样 通路等于批发商的 通路等于什么呢 直销商的 通路等于什么呢 零售商 我要算出各业绩来 那我们就来这里做 我再放大一点哦 按着Ctrl键滚轮往前 我们再拉大一点点 往右再扩散一点 开始了 等于 D 上 对不对 那Database呢 我们刚定义过 打起来就轻松了 你看左边马上变反栏 接下来 逗号 Field是要加什么栏位 加通路 准则呢 通路等于批发商 所以算出来 哦 加错了 加总不是加通路 加总要加谁 小G啦 小G 来 这个位置我点错了 点小G 好来 这个是 来再一次哦 换隔壁这个 等于Dsum Double Click 范围是Allo 加哪个栏位 我要加的是小G 就是业绩 那准则呢 通路等于执销商 那接下来 一样 等于Dsum 资料范围是Allo 那要加哪个栏位呢 小G 第二个栏位是Field 引数 第三个 栏位加准则是这个 Criteria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哦 这个是公式对不对 如果这里资料改了 或者你想重新排列 这个在运作 这个资料是 参考左边跟这两个 可是如果我搬家 我的报表大概不会长这样 那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哦 看我说 按右键做什么 复制 再按右键做什么 原地贴上 贴上完以后 它就变成什么了 直 就不会改了 你看懂吗 这里 那如果说我等下把这个删掉 它就没事了 因为它已经变成直了 就再也不是公式哦 这个一样 原来是公式 对不对 可是我的报表资料结果出来了 也许我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要重新排列 那怎么办呢 比如批发商摆这里 这个摆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个呢 你只要把这个移动 它就完蛋了 那怎么办 按右键的复制 复制到这里来 按右键贴123 那就可以把这移过来 那我现在移到这个 你看哦 当我移到这里来 马上就秀斗了 就错了 你看看吧 所以你稍微注意一下 一样 这个是公式产生出来的 它会参考这里 等一下我把零售商搬过来 所以呢 先按右键的复制 点到这个 按右键把值123贴过来 从此就这样也不是公式哦 再把这个CM11CMV贴上 也许这地方后来我就不要了 因为可能我们的报表不适合 再这样我可能要这样做整理 来 换你做了